这次我希望跟大家近身一步看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宇宙观的问题 就是从民间宗教里面的现象 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的宇宙观 因为这个宇宙观就直接跟他们对宇宙对人的命运 对神、鬼、灵界的认识 另外希望如果有时间我们会继续讲那些宗教里面所用的记号 就是我们一般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人家挂个锅在你对面 那些是记号来的 一出去就碰上黑了 这次你找个三叉对他 他找个镜子召回转头 挂着白老虎对回转 很多这些互相都是记号来的 那我们也看看记号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背后是含什么的动机 还有那个宗教意味是怎样的 当我一说到这个宇宙观的时候 这个字似乎是很深的 其实一点都不深的 每一个人都有 就是我怎样看这个世界的现象 那如果你问到一些人 即是旁边的审人 你这个宇宙观是什么 那他不知道你说什么 那其实就是一个人对这个宇宙的秩序 分类动态 和宇宙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形式来的 而每一个人都有了 只要你活在地上也有了 每一个人都有了 而因为有这个宇宙观 我们会有这个活动的 而那些活动的范子就叫做宗教活动 在没说到那么多定义之前 就稍微说一些例子 当时我们用说话里面 已经包含了一些宇宙观 已经看到了 见到一个坏人 在地上 天开眼 天开眼 就是说已经有了某些含义 即是天上 这个地上人间上 还有一个更高的率 这个就是天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是我们自己日常用的用语 黄天已经是假定了有某些力量 是超过人 而当然那个人是诚心的时候 天上也会听他的声音来成就他人的事 天意,天意又是这些东西 这个说到几个方面 当一些人用这些字眼的时候 其实背后已经是假定了有一套宇宙观念 就是说人的人间世界之上是一个天的世界 而这个天的世界是控制这个人间世界的 而这个天的世界和人间世界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 黄天不负有心人已经有一个关系在那里了 知你做得好吗? 天上也不会规待你 天开眼,即是天是知道地上的那个人是坏的 所以让他跌一跤或者怎么样 说完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字眼里也有包含是阴间的 很多人前世不收 那里的观念是很复杂的 这个人真是前世不收 包括他已经是假定了 他是有以前一个生命的了 现在这个只是一个轮回而已 但是以前他自己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了 不收就收不够阴工事了 或者是阴工事了 以至今世那么坏了 当然是击你了,所以说他前世不收了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也是假定了在现象世界以外 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那个人生命的 以前的世界 而且也也假定有一个将来的世界之外这个人又在轮回 做了这么多阴工事 阴工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意义已经是失掘了原本的意思 就是已经是假定了一些东西 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些好的事 这些东西迹的时候将来在我的阴间里面 是会对我有好处的 即全阴间的功德 阴工事 阴工事往往现在用了另一个意思就是做得不好的东西了 以前是好的事来的,做多些阴工事 如果有人说阴工或者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他也是假定了一个来生的世界 在他生存的世界里面不只是现象的责任那么简单 而你做这个行动 跟将来的世界是有关系的了 我指到这个宇宙观就开始慢慢展开了 不只是说一些存在的东西 而是存在之间和我今天的生命是人生里面是有关系的 他们说一说有些人说撞了撞到你说撞鬼呀你这样 他当你是鬼那样你撞到他 或者怎么样 如果说撞鬼呀这样 假定了在这个眼见的现象世界之外 同时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共存的 这是阴间的世界 这个阴间世界是不能用物理来量度的 但是共存的 只不过是阴阳界的分别 我们今时或者是民间宗教 中国民间宗教里面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层面的世界 就是阴阶界那里 或者在观念上是有这个世界存在的 而大部分的工作或者大部分的宗教活动 都是希望与这个阴间的世界交一些关系 以至到我这个生命延伸到一步 要入到那里的时候就比较好 或者是我的先人比较好 撞鬼呀撞邪呀这些东西 根本一说从我们一些日常字眼里面 或者一些人说的字眼里面 不自觉已经包含了一套很特别的世界在那里 这个世界里面有天 会是掌管一体的 不过很多时候也不是太理理的 所以希望就是天开眼 希望他 但是也是很清楚包含了一个阴间的世界 这个阴间世界里面就是 人就会进入那里的 所以计多一些阴德 那个人前世做得不好 也是有鬼魂这个世界共存在我们这一刻那里的 就是那个鬼呀撞鬼呀 那类那些东西 撞邪呀这样 大家可不可以还给一些例子我呢 就是用言语 日常用语上面 也能发现到这一类相似的宗教现象 或者起码有一个很特别的世界观 或者是宇宙观在那里的 有没有什么例子 刚才我说了很多 那哪里听回来的呢 那个是在街市买饭就听到的 转个圈撞七人 撞鬼呀这样 有自己也是打麻将这样 电书很多手 起个身 走个圈 坐下 转个圈 如果他说到这个转个圈的时候 他的宇宙观里面 亦是假定了有些东西 就是有些某些的力量 是控制着人的生命的运程的 而这些运程他希望可以有某些行动 可以稍为改一改的 举个例子走个圈 就希望能够转个圈 这些是一些很实际的例子 虽然很少的行动 但是他这个行动背后就是说我和这个 一个未知的世界或者他不所不认识的世界或者灵界或者什么都好 是希望发生一些关系 那么这个已经是一个宗教活动了 如果严格来说的话 他所面对的或者他希望交接到的或者希望能够联系到的 不是这个人间或者物质的世界 某些力量控制着他的东西 我稍微再说一些就是这些民间宗教的宇宙观里面 是有一定的秩序 有一定的禁忌 如果我们再下去仔细一点看的时候 因为这个宇宙不是乱的 不是乱的 是有一定的 任何的宇宙观里面就不会乱的 一定有某些程度的秩序在那里的 而在这些秩序就因为这个宇宙观的秩序 原故使得他日常的生活是有所适应 那么我们很多次见得到 什么叫秩序呢 五行大家知道是什么 金木水博图 双身双黑 金身什么 五行双身双黑 那你留意一下 看看通性就知道 八卦呢 五行八卦是一些别罪 是一些别罪 每一个都是大自然的一些现象 风雨雷电 天地 日月 这样的 很多不同的排法 但是去到民间宗教现象的时候呢 有人就将他很多东西加进去 哪里是新门 哪里是死门 哪里是伤 哪里是伤 哪里是害 那么就将这些罐再加上 是方位了 就是南北东西 再加上五行在那里 再这样演变下去就成为一个很复杂的秩序 很复杂的秩序 复杂到怎么样呢 特别有人做那些风水佬 没人知道他计算什么 其实很简单的 所以 紫微斗水那些很简单的 因为到简单的地步任他说 他懂这些心理就可以了 但是 有了这个秩序似乎人都是需要找一些秩序来 帮助他在这个生活里面找一些方向 就算你不叫他找他也会找一些秩序的 而这个秩序里面 也都不含有很多的变化 因为你看如果是有五行 再有八的时候 那种变化已经去到几十种了 再加上天干地支 一天干地支加上去的时候就很复杂了 那么复杂到一个地步似乎就 很多变动都可以在那里产生 而每一种变动中间的时候 就成为一些 生活的向导或者运情的记号 有时我会看一下这些东西 你一看眨眼 眨眼看来是一个迷信的 现象 但另一方面我看是一个宗教的现象 因为人都希望能够是藉着 某些图案某些方程式里面 可以摸索到某些运情出来 无理运情怎样都会 他都希望能够有些方法来谈 而这些是方法的一种 至于是说 是不是有准觉性 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 在这些五行里面 有禁忌 八卦里面也内部有禁忌 有伤身伤黑的现象 下来到比较现实的社会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禁忌出现 而那些禁忌 其实是一些秩序 一些秩序 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说过 很通常你见到的东西 好像对面挂着一块镜 一样 那他是希望什么 他禁忌什么 反射什么 特别如果对方里面没有什么黑东西 他就无所谓 如果对方有个祸 或者对面有些黑色的东西 或者对面有些三尖八角的东西 他就要找一块镜 挡住你了 其实这个秩序的背后最终的原意 就是说到 我和谓里面是没有尖和没有黑的 白了是好的 如果对面有些黑色的东西 尖的东西 那是不好的东西 我就记了这些东西 我就不希望有这些 不好的东西出现在我这里 因为我这里什么时候都是一个 如果用回来是这里 我什么时候都是权的 权的 完整的 如果是三尖八角的东西 就好像坤这些东西 阴的 不好的 有害的 我希望我的镜子就在这里放回接右 如果怎么破了镜子 对面又放了什么 一个叉 三叉那些 三叉叉着它 如果有人放在叉里面再放什么 通常 知道吗 要留意 看到人来斗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好玩的 那你留意一下什么 有时整个钉板在这里 这些通常都看到有 差不多没错 但我都看到有 另外一些的禁忌 血是一种禁忌 血 因为血一直是 似乎是属于阴的东西 在分界分辨 如果是内衣护 好呢 又是一种禁忌 如果你挂着 女人库挂在这里 如果有些人在下面走过 那就好 好不好了 好不好了 因为 如果看回那个记号 或者秩序的时候 秩序如果是 那些是属于阴的记号来的时候 在这种阴 一向都是不是太好的现象 一个人经过阴的时候 就会被那些秩序来 扰乱了他本身的那种和谐 那就会是 是不好了 那如果是用到血的时候 有时有些人说破了别人的邪的东西 好像别人上神打 淋一些狗血下去 就可以了 因为上神打那时 是氧气很重的 打杀的 那么阴气极重的东西 就是狗血了 所以破一破它 或者是和解了它 或者解了它那种阳气 就可以了 就倒一些狗血下去了 但是未曾有试过 倒红蜜水 不知道我能不能试一试 究竟有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那些禁忌记号里面的时候 再来一步 整个中医的系统 是一种宇宙观 最终的基础不是说 物理或者是生理基础 而是一种世界观的基础 有阴有阳 有凉有热 有醋有补 有寒有温 那些 那些煲汤的时候 都是那些 那些行气重那些 你放两块姜下去 为什么呢 中和番那些东西 这些世界观 在我们平时生活 很少的地方 都开始出来了 那你说它是不是一种宗教活动呢 我当然会有个问号在那里 但是另一方面 我会承认就是说 包含某些世界观在那里 某些宇宙观在那里 而这些阴阳最终走回 就是回到八卦图那里 哪些是阴 哪些是阳 为什么我不自觉会 这样补一补 这阴下热气 为什么喝凉茶呢 热和凉在我里面中和一下 刚才我说到有很多秩序 秩序当中有禁忌 其实禁忌背后有一个 意思 这是最深一步的意思 就是这个和谐的观念 很多时候那些禁忌的之恨 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宇宙世界里面 找到一条和谐的道径 如果太重阴的时候 我弄一些羊在那里 太重山的时候 我放一些是死在那里 或者是太重某方面 我用另一方面平衡它 以至希望能够借着这个世界观 可以影响我在地上那种的运程 很简单 如果对方里面有几个黑祸对着我的话 一出来就黑了 头到黑了撞到 我就不想那么多这些黑 来影响我的生命 我唯有找一块镜来弹回头 这是很明显的一种 和的方法 刚才我说到这个宇宙观 在这个宇宙观之下 还有很多特别的现象我们可以解释 神公器 神公器是给神看不是给人看的 它假定一个观念 就是 我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现象的世界 而是有这个灵界世界 参与一切的 而这个灵界世界 和我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无论我喜居饮食 无论我风调雨顺 或者是行问好不好 都是和这个有关的 以至到我 轮到他生日那天 神诞那时 我要当他一个人 这样看待 看待到一个地步 就放一场气在他面前 这样的 这里已经很重要 正是将他人物化 人物化到和我们共活的人 他可以有感情 他可以喜欢看什么 一定要让他看 如果不是摆摸了他 可能那年你会生气的 而很多时候 这个神的形象 或者 这个神明本身 就是和人的生活 是这么密切的 密切到有时 你留意一下 的时候 在文革宗教活动里面 很紧张这些事情 他越紧张越认真 就越表示他觉得 灵界和他之间的 渴望是很少的 他不是不信神 他信得可能给我们重心 但是他信什么神 以及怎么信法 而他的活动 他的宗教活动 是很虔诚的 因为他认定了这件事 是和他这么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说他迷信 不行 他说你还迷信 他说他个很靓的 接着如果是 我就敢问神功在这里 如果是推广下去的时候 就参与了很多这些活动 超渡 水禄超渡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 幻神 祭祀 那些打大招 那些全部都是 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 灵界或者这个宇宙观里面 那个神灵 神明或者灵界的东西 跟我今天生活 是打成一片的 跟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而我的宗教生活 就跟我现实生活 是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也都不会有这个分割在那里 本来说他们不会只是做一个 折旗的信徒 而真的满到一个地步 就是早晚上乡 然后就有神诞的时候 要大事庆祝 就是说 他的世界观里面 他的宇宙观里面 很难找到一个很清楚的分界 什么时候是现实世界 什么时候是灵界世界 两者可能是共存 可能在他心目中里面 是没有分割的 是没有分割的 不过这些这样的世界观 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不是每个民族都是一样的 而我们选择这个例子 就是说香港 这样 但是就算在中国里面 有其他不同的民族 因为他们很多的传统缘故 对很多的禁忌 对很多的折旗 对很多的东西 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几好的不同的看法 我举一个例子 普米族是一个很特别的 小数民族 在中国 现在有6万人 在青海一带居住 他们说的说话基本是藏语 又不是纯西藏话 而在中国里面也有几千年历史 有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传统 在这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下 有完全不同的记号出来的 我们的记号就是 阴阳、八卦、五行 那些东西 而他们的记号是什么呢 从他们的创世纪底下 我们的创世纪也很有趣 直外木栏是一个语音来的 即是说是远古运动赛的时候 这些是一首诗歌 这首诗就是说到 他们那时候创世 是怎样有 来游是怎样的 第二段 苍茫的直外木栏 洪水时代 他们有洪水的 很特别 没有天地和万物 又没有生存和死亡 即是运动的时候 又没有干又没有暗 宇宙全是亨亚亚的洪水 没有白天和黑夜的迹象 即是在他们的传说里面 已经是有创世之先有洪水 或者万物生长之先有洪水 很特别 不知那世纪 水得生了一只 赖虾猫 赖虾猫 赖虾猫是他们的神 这只赖虾猫是怎样的呢 他一口气吸干涂天洪水 他就因此大肚变变 从此洪水消失 出现宇宙和大地 至于干明和黑暗 你留意他的次序 比较一下我们的苍世纪 接着 他又有个神 为了资长万物 大地生亡一些种子 然后 大地里面生息万物 接着 他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有 有些东西变成人了 有了这个智慧变成人了 但是他说有了人 都未曾有言语 初时的言语就是 我不依我 即是以呃呃呃 而从这个以呃呃呃 就发展到今天的语言 他们是另一套很特别的语言系统 很少人用大 就是他们特有的 那时候 还在洪水时代 还未有歌 开始的歌就是 阿里阿里 即是以呃呃呃呃呃 而从这个以呃呃呃 就发展到今天的歌 到现在有99个调 他们的文明进化 看得很有趣 有洪水 接着有人 有语言 接着就有 歌 顺便看起来还很有趣 那时候还未会用火 雷神 赐给他们 即是 打穿了一些林 烧死一些鹿 烧烤了一些猪 从此那时候他们就会用火 使用火之后 就住在树洞和岩屋里面 就看到那些三蚂蚁拖木 就慢慢建屋 他们建一些牌屋 那时候还未能够识分日夜 但后来就因为鸡在这里叫的时候 就发觉就分开日夜了 可以分开时间 屋了 时间 再来不懂分颜色 只会分白色和黑色 后来就能够有12种颜色 即是他们的所谓颜色的 范畴越来越广 初头不懂储粮食 后来看到蜜蜂彩物 就现在懂储粮食 四季都可以吃 初头又不懂粉色 看到孔爪开平的时候 就会扮红扮绿 初头也不懂偷东西 看到黄鼠狼偷东西 他又有偷东西 全部在大自然界里学回来的 初头不懂做生意 看见那些蜥蜴互相交易 就会懂做生意 初头不懂耕田 看到一些地鼠在这里 推一下地下 就慢慢学会耕田 初头也不懂尼巴 是山神教给他 没什么动物 所以 初头不懂纺绍 但是看到蜘蛛网 就懂纺绍 初头也都 这里接着 社会的进度 初头没有贵 贱的等级 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制度 后来就看到有猴子王 不过不知道跟孙彭翁那里有没有关系 马六猴王统治领导 即是众猴 他以后就有族长和伙头 即是他们的领导人 有阶级观念 初头就没有这个汉规教 没有宗教 后来就看到英武学 这样慢慢教他们 以后他们会念那些经文来祭鬼神 初头没有经书 最初经书是骨头和羊骨的裂痕 这里我们是甲骨文最清楚的记载 因为这个文族起码有三千多四千年历史 有文化 甲骨文的记载 以后发展到今天的经书 初头没有文字 现在有文字 初头不懂分家 现在分散很多家主 最后那段初头不懂征饭 是指纳西族的 纳西族是有一个小数民族 是另一个族教他们煮饭 在这个民族里面 他们用了很多种不同的动物 来说这些动物曾经是帮助他们 在发展里面教他们的东西 而这些动物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些很特别的 专送的东西 而在他们的信仰里面 在他们不单止信仰 在他们的生活体系里面 他们的禁忌就一定不可以吃了 才不可以 吃甲拐 我想是甲拐一大堡茶 他们就不能吃了 另外有很多他说到那些动物 他们都不吃 不够的 因为说这些动物曾经对他们有功劳 这是他们的禁忌 即是说不同的民族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发展严故 有他自己一套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而这个宇宙观很特别的就是 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慢慢进步发展而来 在宇宙观过程里面有很多动物 参与他们的文明发展 而到了今天 故知他们又会尊崇那些动物 而不会杀死他们 特别是自养他们 特别是供奉他们 同样在我们今天文革宗教里面 都是因为有我们的特别的世界观的缘故 而在这个世界观当中 使我们看到生命是怎样 有一个延伸 当然我们不是看动物 看另外其他一些的记号 例如天地、运情、八卦、阴阳、五行 这些不自觉地影响 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的生活 而我们不自觉已经有一套禁忌出来了 有一套生活的 对生命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一些交接的方式 尖挖、算命、蜿蜗 那些东西都是 而这些如果我们只看现象 就好像很散碎 但当我们将那些现象归纳而抽出来的时候 是有一个世界观 而这个世界观是 你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有 他只是说你不让我做那件事 但是他永远没有问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文革宗教就是这样 参与者不会问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但是问为什么你不让我做 而我问就是 究竟什么使得他做 那么 刚才说了这个宇宙观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个宇宙观是 几难描写的一样东西 因为那里牵扯得到有一些现象世界的东西 即是实质的 你摸得都看得到的 有个人勃生生气在你面前 但亦都牵扯一些 在他认为同时存在 但不能够描写 不能够见得到的东西 即是所谓灵界那些东西 上乡的时候你虽然看不到那些牌位 但是他也是假定已经有些 东西去了那里 或者那里有些东西已经是拿了这些东西 为了是 要 我更清楚把握得到那些看不到的东西 在这个宗教文革宗教的现象 你找到这种宇宙观的问题 宗教记号的问题 或者是religious symbol的问题 宗教记号 或者记号本身就是叫 有些不能够描写的东西 或者不能够是现实把握得到的东西 给他一个身份 或者借着某些东西 指向一个身份 换一句话 他这些记号是代表着 我们眼看不到的东西 虽然我们眼看不到 但是借着那些记号 也是描写 有些活动进行 不过是我们未必需要见得到的 对 对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烧衣 烧大音诗纸的时候 或者烧 大金的时候 或者是 元宝的时候 那些衣纸 是一些 都是 记号来的 都是一些记号来的 虽然你要用钱买 或者怎么样 印得很漂亮 但是那些本身是记号 他自己要给他人的东西 当然他不会烧银纸 但是烧衣纸 他不会烧 真的这件衣服 虽然有钱那些可能会 但是他会烧纸装的那些衣服 他不会烧 一个车 就是烧纸杂车 前面我看到有飞机 有录影机 有录影带 指责的 但是我没有看下什么program 哪个节目 不知道哪个最流行在那里 那样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些记号 而这个记号 是代表着我希望 我想念那个人得到这些东西 这个很自然可以了解得到 但是烧的行动本身 也是一个记号的行动 烧的行动就是将到那些物件 转化 从现实世界进入一个 是看不到的灵界那里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宗教记号去看很多宗教行为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我们很容易明白 如果是拍片之先的时候 人家会托一只猪 或者是烧猪 走去黄大仙或者哪里 或者是拍片的地方来都是摆制 来都是供奉那只猪 其实应该是给土地的 不过有时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到黄大仙那里 可能那里有地方拍车方便 或者是做广告宣传好 但是正式严谨一点来说他应该是拜回当地的土地的 希望他保守他拍片的时候那里就不要出事或者平安 那只金猪本身是一个记号来的 其实不是给人吃的 当他未拜祭之先 那个金猪仍然是一只 就是一只小猪 不过叫他金猪 但是当他们是拜祭上乡那一刻 每一个明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你看他煲水的那些新闻 八卦新闻的时候 那一刻 就是说那个人 希望密切了这个行动 叫这只猪 从一只 即是现象世界的金猪 变为一只 可口味未被土地吃的那只 是什么东西 他奉献出来 虽然到最后就是大家斩来吃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 他点香和上香那一刻 是一个行为的记号来的 而这个行为记号叫那样东西 转化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拜过神的 然后那只猪本身 本身的记号也是有些变 从一只未曾有什么东西的猪 变为一只已经是拜过神的猪 那只大家分出来吃都会有些好福气 因为是土地所遇纳的东西 当然从卫生角度来说 相差不大 除非他摆制很久 不然也没什么大分别 但是从那个宗教意味里面 是有不同的 猪可能不是那么紧要 但是有些人 拿鸡去拜神 去皇大仙 很简单 整天都见得到 拜完之后 这只是拜过神的鸡 大家每个人要吃一只 其实那只鸡就是那只鸡 那只白胆鸡 通常是 之前之后 是因为有一个宗教的行为 那里有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就是说 这只鸡已经是有宗教的转化在那里 用一只普通的鸡 变成一只 受过祝福的鸡 或者什么都好 很多时候 这些记号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实际看不到 这个神拿来偷了它 吃了它一口 如果那些拜神真的不见鸡 那些就真的是 很重要的 但是 他 因为看不到神吃那只鸡 故知他要有一个行为 来表示这个过程 已经发生了 而之前之后 他有不同处理的方法 很简单 如果是一罐的神茶 那张符子是印了大部分 在那里让你拿的 你懂得他 每天这一章都可以 但是拜过神之后 那张符才叫做靈 但是是同一张纸 这张符子来的 但是在他的心灵里面 因为已经经过某些行为的记号 而这个记号 已经是代表某些事情发生了 而这张符子的性质已经变了 从一张普通有公仔的纸 成为一张可以依人的 有宗教力量的纸 如此类推 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记号 门口上香 拜祷先 是一些记号来的 放三杯酒在这里 碗在这里 那些全部是记号来的 甚至好像经济里面打少人 那些记号更加清楚 以及明显 那个纸人 是一张纸来的 但是当你说给了 40元或者50元 他的时候 那张纸就变成那个人 有个名字在那里 有时他写名 有时现在都不流行写名 因为可能这妻子 不懂写名 我不知道 以前应该写了名字 是时辰八字都写了 现在就没有这样做了 简化了 但是当你付了钱 或者当他愿意接你这宗生意的时候 那张纸已经转化了 成为一个人的记号 已经代表了你心目中不喜欢那个人 所以当那个小人打的时候 你也有点开心 你打到他 打到他 即投射了一个人在那里 有一个记号转化了 而打那个是否本身 亦都是一些叫人受苦的攻击 即是人身攻击来的 即是打那个人 但是你那个记号是不是 你真的不能追着人打 就是用鞋底去打他 为什么不找其他人 鞋底 鞋最坏 踩着他一边踩着他 还拿了一堆血在那里滴几下 还拿一块 那块猪油 拆了那个鼻 那只老虎的鼻 知道为什么吗 你有见过人打小人吗 没有啊 有谁见过的 见过就是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有一块肥猪肉在那里 那是拆了那个老虎的鼻 知道为什么吗 让老虎闻一下这个人 接着就吃了他 或者咬他 因为那块猪肉 也是有一个记号 当你还没拜祭之前 也是一块猪肉 当你经过那个宗教行为的时候 那块猪肉变成那个人的味道 那块猪肉 虽然是一只指责 或者有时在城王表里面那几只 就是在中方街里面 那几只真的有一只石头老虎 在那里 已经不是作为一只子老虎 而是 亦都是一个记号 记念着他 真的有只灵界的老虎 或者运程不过老虎 经常闻到那种味道 就追着那个人是小的 很多这样的动作 全部都是有记号 有记号在那里 就算你把香鸡辣那个人的自由 那个人的公仔的时候 都是一个记号 我希望他很惨 或者很坏 这些记号 归根究底 都是希望 那个人希望在这个行为里面 来到表明 有些事情是在发生着 有些是在转变着 还有有些是有效的 有些比较 通常见得到的 如果是七月十四 鬼子的时候 如果晚上走 我看到很多人在街边烧的 为什么他不是在家里烧 在街上烧呢 这个行为本身 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听话 好 Jerry 拜拜 对呀 离家里越好 最好在街口那里 因为那个目的 希望那些人走 走离远一点 但是你又要怕他 又不想他搅着你 让他吃点东西 还有到最后 他的距离本身 也是一个记号 不想那些 贴得太近 另外就是 一定要有食物 煮点牙菜 什么都好 有些猪肉 饭 饭 最后还要是 盖在地上 如果做得齊 那些 才不会这样摆在这里 盖在这里 两个行动 两个行动 一个行动就是 我希望能够找一些食物 叫那些饿鬼 走远一点 距离 还有给他一些东西吃 吃饱了就不会搞搞共 另外 因为他们是很低贱的 我要他批地下地 盖着我的东西 还有给一些很普通的食物 不会被焦肉在那里 大菜 什么都放在街上 然后最后要杀钱 吃不饱 拿些钱走 算了 不要再搞了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当一个人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一个普通一个审 一个旁人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在他心目中 他是在面对一个世界的 而那些就是那些 恶鬼那些 而他一直做的时候 他自己是很相信 这样做法会带来一些后果 就是那些不会再有坏东西搅着他 换一句话 他用那碗牙菜 那些豪纸 或者是鸡钱 什么都好 就作为一些记号 而这个记号 就藉着这些行为 一些记号的行为 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以及希望他的意愿是什么 你不要再搞我这些不好的东西 甚至有时候你见到一些 婚礼 传统的婚礼里面 女那个要入 那个男家的时候 要过火盆 或者过烧机 过很多种东西 有些就 如果过火盆 其中一件事就是 希望烧了他以前那些不好的东西 火是什么 是阳气 是干强的东西 还有是干明的东西 还有有威力的东西 来杀住那些坏东西 或者是烧了那些东西 斩断了他 以至这个女子 跟他以前那些不好的东西 就一刀两断了 那确保我们家里平安 如果这个人 不敢过的时候 以后家里有什么发生 就拒绝了他 但是这个火盆本身 和这种观念 亦都是一些宗教的记号 跟以前的家族 所有东西分开 现今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记号 有时候这些记号 亦都很难说是否一个宗教性 有时候很混淆 一个社会性也有 例如好像一个传统婚礼里面的斟茶 这样 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为了那杯茶 最主要是为了那个家庭的秩序 就是说当这杯茶的举种是一个记号 一个新的人进来的时候认定了他自己的家庭身份是什么 特别是大家庭里面 所有长辈全部都坐在那里 每个叫的时候叫得很清楚这个是什么表姑奶奶 谁是第几个什么 那个第三个 那个是表叔 那个是什么 那个扣子 是说是 卓宝礼 叫得都就是做一次 所谓认定他在这个 这个世界 这个家庭世界里面的身份 这个家庭世界里面的身份 如果他不肯这样做的时候 他不肯接受他 将来的这个家庭身份 那杯茶就是这么简单 那里的意味也是一个记号 行为本身是一个愿意接受这个身份 愿意接受这个关系的事 而茶本身是双方可以接纳的东西 你给他一杯茶,他拿了你一杯茶 而因为新延延伸到宗教性的味道 若是有些比较传统的要求 甚至是他要斟茶给他的祖先 而这个行为本身也反映到 原来现实世界里面这些亲戚 和祖先的亲戚都是同一个世界 这个家族世界 而这个家族世界是没有分割的 是一个继续运营,一个连贯的生命延伸 而当这个人进入到新的家庭的时候 不单他要和现今在世的人建立一个关系 甚至和已经过世的祖宗都要建立一个关系 所以要斟茶给他 如果你不斟就惨了 这里亦是给我们看见一个记号 和那个行为是代表着一个很大的 或者很康或者比较深层的 一些世界观和家族观念 甚至是宗教观念在那里 因为那个家族观念延伸到 这个现实世界的生命以外 即是已经死在一起 已经进入另一个生命的向导 那些都是包括在内的东西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特别是 即是华南一带 或者中国也是范子 也是这样的 是那个牌位的问题 这里似乎台湾比香港更加严谨 因为台湾的传统 民间风俗是比较重很多的 香港也是比较少了,有这个问题 不过在新教里面还是很重要 现在我们也很简化了 排位的问题 究竟我们看这个排位 作为一个宗教记号的时候 它是代表什么东西 例如历代祖宗什么族 什么家 很多时候见到的神主牌 即是在家里面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从一个宗教记号来说 或者从一个非宗教记号 这只是一块木头 有些字在这里 但是从宗教记号来说 它是代表着整个家族的背景 整个家族的地位 而这个地位在宇宙上有一定的地位 即是历史地位也好 宇宙传组的地位也好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 在排位的世界观的人里面 这些人还是未死的 死的意思是说 不是消灭了或者不是消失了 是他们不灭的 在这个Immortality的问题里面 是他们不灭的 不灭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他的不灭性是怎样的 因为摸不到也看不到 看到的时候你就怕了 但是我们要找一些记号 他们要找一些记号 来代表他的家族是不灭的 他的家族不会哭一声 就是由这个人开始的 他的家族以前一直已经有下来 而那些是没有消失到 起码他的精神没有消失到 排位就是那里 那个神主派就是这样 若我对这个神主派是不尊敬 我不是不尊敬 那个父亲 那么简单 而是否定了他整个家族的延伸性 否定了他整个家族曾经存在过 那种永恒性在那里 那就很着急了 那里你就触犯了一些很深的东西 整个根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记号 稍微是要给一些解释 即是记号是代表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行为 或者看不到的现象 或者他们觉得是一些另界事实 看不到 不过找一些东西让我们看得到 无论他中间有转化过程 或者代表过程 或者是定的 或者是动态的 这些都是次要 最重要是有个记号 包括物件或者行为 另外一个记号也是有更大的含义 或者另外一个含义 记号是使得这个宇宙 即这个宇宙包括现象的生命 和灵界里面 有一个秩序在那里 一个秩序在那里 我说这个秩序 举一个例子 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的婚礼 但是拜天地的时候是怎么拜法的呢? 先拜哪里?拜天地 接着拜祖宗 接着拜祖宗 接着拜他们的家长 接着互相拜 那个次序是这样的 不过有时候见到 有时候拍电视片 这次序都弄错了 偷工减料或者怎么样 不过没有人写信投诉 有什么事 但是从这些很简单的秩序里面 起码他们见到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个秩序首先是有天地 接着就有他的家族的祖先 接着就有他现今在世的长辈 接着先到他们这两个 因为他们是站在他们这个分约 站在哪里面前证明呢? 天地那里证明这个宇宙 接着就在他们所有的列祖列宗面前 那些不知他们站在哪里 或者是一大堆 如果在寺堂里面有整堆名字 接着先住在他们两个亲人那里 即是长辈那里 接着先住在他们两个 这里已经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代表某些秩序的排斥在那里 哪里先哪里后 很重要的 如果去到一些比较是 例如去到一个桑礼 在一个桑礼里面 如果是一个佛教的话 有超渡的仪式 在超渡的仪式里面 要过几道桥的 有些纸桥 可以用一步伐一步伐略 或者找人帮一步伐 每一道桥是有不同的意义在那里 而那排列的次序很重要 绝对不能乱 不能先不刻后 而这个次序也是代表着 在他们的信仰内 或者信念当中 一个人在阴间内的过程是怎么样 才步伐 如果是比较严计的 说过一些 首先是一个人死了的过程 是什么呢 就是有牛頭馬面捉了他 走走走帶到他過奈何橋 過了奈何橋地府喝醋 接著見閻羅王 接著再數仗 數仗之後又怎樣怎樣 這是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就是從那些記號中表示 首先他過哪裏 如何殺錢 為何你會問為何他現在殺這些錢 為何不是當時殺 為何現在殺不是當時殺 全部都有一定的秩序在那裏 而這個秩序是代表著 那個宇宙世界裏面的次序和情況是怎樣的 那些不可以亂的 不是說不可以亂 而是表示他們對於這個宇宙世界秩序是怎樣的 一個人死後他的過程是怎樣的 就是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基督教的信仰裏 或者我們的教會生活 我們都有很多記號在那裏 你有否留意一下 很多記號在那裏 顏色是一種記號 顏色已經是一種記號 如果我不用基督教用其他的時候 黑色和白色 已經有很不同的記號在那裏 穿黑衣服和白衣服 戴孝是什麽顏色 這樣很清楚 白色是不好的東西 黑色是好的東西 而在基督教信仰裏面更加清楚顏色是一定的意味 你看看舊樣就知道了 今天我們說紫色的袍 其實是一個羅馬當時民族的一些技顏色 白色是異袍、白色、紫色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用得到 黑衣服和白色的東西 那聖誕節是什麽顏色 一間間有些不慶祝的 有些紅色有些慶祝 紅色的 言語本身也是有些記號在背後的 剛才我們說到在我們自己之間的宗教 如果民家宗教現場 不自覺我們用了很多言語 背後是代表一些東西的 他的例子說 最近在前景有些亮光 亮光這個字就是亮光了一盞燈 亮光當然不是 我們有些交通 這些字眼 是在某些宗教經歷之下 而代表一些經歷的字 同樣東西我們用到在民家宗教中 很多時候有這些字眼的出現 很靚啊 這個字如果真正解下去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但是當在民家宗教的範疇中 是一個記號 記號就是某些東西是很有效用的 很有效用的 我們之間有沒有什麼記號很容易看得到 十字架是一個記號 很清楚 血是一種記號 知覺裡面很多時候補血 洗淨你的嘴 如於是一個記號 就是所有講的意外 在一個層面上 這個層面就是神聖的層面 或者是神的層面 或者是去到那個景況那裡 另外一個就是人的神化的層面 再去到另一個層面 很簡單就是一個低度的層面 我給我一個例子 十字架 我用一個基督教例子 可能我們比較容易 在神的層面裡面 是代表著某一個 實際發生的事情 耶穌基督給十字架 這個字眼 人將它神化了 十字架是記號著 耶穌基督 或者叫做救恩 或者叫做某些東西 但已經不是那件歷史的事實 有些不同 至於是十字架在這裏 就是一個普通十字架 有兩條線洞 一支打橫支打直 分別又不同了 很簡單 頂就是了 在這個層面裡面 我們要看回歷史那樣記載 就是聖餐第一次他食用的那個餅 但是去到我們這裏 是有紀念了 去到肥他人那裏 餓的時候吃的東西 這個記號 它是可以包裹很多層面 當然如果我再仔細些分別 就還有幾個層面來看 但我很簡單來看的時候 說記號是可以有很多層面 這裏我們怎樣看它 那往往在那些文德東教的記號裡面 是最重的這個層面 來源是來自這裏 某些的記號好像是 如果是 有些手勢 我在這裏不做出來 如果是神打那些 有些手勢上身的時候 本身的來源 是物中裏某些的東西 但是去到這裏的時候 他做這件事 代表他跟這個神秘的宗教有關係 但是其他人做的時候 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意義 是一些手指的位置 那已經有不同的層面在那裏 當然如果知道那裏一看 就知道他做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 而記號講到這裏的時候 就進入另一個層面 就是禮儀上面那些記號 就是禮儀再怎麼看呢 上次我們講到上課 就是不同的禮儀 現在我們花很多時間 講了這個宇宙的觀念 就是宇宙觀 以及那些記號本身有很多的涵意 而把那些記號加進去禮儀的時候 就發覺有很不同的解釋 禮儀其實就是一些 再次重演一些神聖的話劇 用我這個字眼來看 本一句話在一些禮儀 宗教禮儀上面 藉著某些記號 人是進入一個永恆的狀態 而這個永恆的狀態裏面 是與人生命界線以外有相接的 而藉著這些重演的 叫做sacred drama 或者是一些神話的話劇 就使得一個人不斷可以有改變 和有更新 在這個信仰上 講到很玄妙 其實一點都很簡單 若果我用一個我們熟找的例子 我用一些基督教的例子 我們熟找一些 接著我再用這件事 推移廣之到其他那裡 在基督教崇拜裏面 在一個活動場所 從開始之先 所有的教會有些很吵 有些是給紙文侯 有些是掙來掙去 找人給紙ヽ ノ 開會紀錄 很吵 當主旨一提到 現在就從開始到 所有人自然自覺的不愧 因为那一刻他发觉他进入另一个层面的世界经历 和刚刚几秒钟之前是完全不同心境的 你有没有留意你自己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个sacral drama 那一刻你认定了那个时空有不同的东西 而那些东西是开放给另一个世界参与的 其实那个地方没变,你也没变 主持说了一句话而已 那个记号也这么重要,大家不敢出声 接着牧师、传道、主理、师班进来的时候 大家是唱诗的 所谓崇拜气氛大高 其实越来越将这个宗教活动 带到一个地步脱离了现实的时间和空间 你尊有永恒的 那一刻唱诗的时候 就是耶稣与我同在 刚才开始的时候大家唱诗那一刻 你唱诗的时候,如果唱到全部进去的时候 心灵摆进去,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 你可以忘记了你现在站在这里 预备听这些诗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有时你在崇拜当中 你完全投入的时候 而那里真的 你心灵里真的得到很多的安慰 或者那里某些信息吸引了你 很重要的认识到你的心灵里面 即是声灵的感动在那里的时候 那一刻你已经不是 活在地上坐在一个位置了 心境里面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进入一个永恒的警惑 而和神有一个很密切的沟通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而另一个角度看就是 在Ritual的任何礼仪里面 都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叫人从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甚至是有很多记号活动 带到他进入一个永恒的阶段 那一刻那里 而那一刻里面他那天有更新 有变化了 再次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述语 我们的记号语言 重新得力 之前有人说重新得力 有一次我问一个人 吃什么宝品 就是我们的重新得力 是这个情况 他的重新得力就是这里 他说不是啊 我刚才在教会回来 他以为我吃了什么宝品 这些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有的Ritual 所有的礼仪的时候 我们有很不同的看法 因为是参与这一个主观的经历 而这个经历 我们自己也有经历过 进入一个超时空的永恒境况 可能是很长可能很黑 那时已经没什么时间观念 就是那一刻 有时那一刻可能去到更高峰 就是例如那些例子 有些特别的教会礼仪 例如圣餐 去到那一刻 大家心灵里面 都好像不会想得到 也不会记挂其他东西 只是集中注意你在杯和饼 那里 那时我突然间 如果问你 你现在在做什么 那你也会呆一呆 你的心灵完全注意 在那是永恒的那一刻 与主联合的那一刻 你也不会怎样神圣 因为没有那个仪式 没有那个崇拜 没有那个聚会 甚至很简单 就是说 结束之后 那些洗杯洗饼的那些人 就是自己吃的 在那里 对他来说 先头那个饼的杯 和之后的饼的杯 是很不同的 因为整个的记号已经不同了 以及整个时刻 整个Ritual也不同了 之前他进入一个神圣的 就是那个Sacred Drama那里 之后他做一些树木 要洗杯洗成 不要浪败了这些汁 我们也试过 两种都吃过了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当然那里还可以有 比较详细的分析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过程 如何一步一步带下去 而我们发觉 不自觉如果好的Ritual 或者Liturgy 是可以帮人 本身是没有什么效力的 帮人是更加预备那一刻 而从这个角度 你留意一下 或者这个星期 你留意一下 很多民间宗教的现象活动 拜神什么都好 之前 他说不要吵我拜神 那些可能还在骂子 臭小子不要吵 搞住了 走去地玩 但当他拜那一刻 他进入一个永恒的境界 他自己在心灵那里 他觉得我现在和一些 现象世界以外的东西 有一个沟通的 我做了一个尊敬的行动 然后我诚心地在这里 有些事情正在进行 即是他在心灵里面 而他是正在进行一个 Sacred drama 然后他下来 快点吃饭 小子 又转回到另一个人 但那一刻他超脱了 他这个现象世界的心灵境界 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Ritual 以至到有些人觉得那些Ritual 里面是他会有不同的看法 不只是说小子香那麽简单 而是他心灵里面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转化 是同时进行的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分析过程 我暂时停在这里 希望你从这个角度试一试看 但你不要分析我们自己的星人的崇拜 那些不是文革宗教的现象 那些是一个宗教的经历 而我们相信有圣灵在那里帮我们与我们同在 不要那间你故意在那里装 看的时候你就身去了 即是你不能够参与 你必须投入我们 崇拜你不要这么分析 之后你看回你自己的心灵那里便好 之后你看回 但是这个星期你可以看看一些民间宗教的现象 四围看一看 装一装 现在有很多神诞 这个星期有三四个神诞 有机会的时候看一看 你留意那些人的表情 之前、中间、之后是有不同的 多数都有不同的 就算求签的时候 之前跪在那里求那刻 之后又有不同 还有当然跟解签都说的时候 看你求到什么也有不同 那些是之后的事 但是中间那刻里面很重要的 好的 我祈祷我们结束今晚的时候 我们也是求你自己 保守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的平安 我们可以尚用经历得到你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保守我们重用的脚步 我们回程当中得到你自己的看顾 我们今晚的睡眠 明天的工作 来近这个星期一切的生活 都是求你自己亲自的与我们一体同行 我们随时都可以经历得到 你在我们心灵里面不断的工作 而时刻给你自己更新变化 以至更有你的样式 奉耶稣基督命志而求 感谢观看 小静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